另外你会喜欢吗 中国的航母自制的第一台 最后取名称为台湾舰 你认为如何呢 新型导弹驱逐舰西宁舰 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略序列 解放军第五艘052D型飞弹驱逐舰 上线服役 齐全盾机 白色船身配有中化身盾 最新项列雷达 选用城市西宁命名 是中国海军新一代主力舰 巧的是我国左营军港 也有一艘西宁舰 台湾六艘拉法业舰 同样按照中国省会或城市命名 其中弦号1203就叫西宁舰 随着共军舰队航讯频繁 两艘壮名军舰 未来在台海正面遭遇的机会 也跟着提升 台湾和中国军舰壮名 不是头一招 除了西宁舰 同级舰昆明 也和我国拉法业舰同名 加上先前的康定舰 正和舰 两岸军舰已经壮名四次 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军军舰取名 也常用中国地名和人民 一级舰像是成功级 就用班超 正和等历史名将 第二级就是三字背 第三级如锦江籍群柔舰 或驼江舰就用江河命名 而今年六月 即将从美国接回的两艘派理舰 原本打算取名名传 逢甲 但立委持不同意见 使得军方重新考量 两岸海军凭整军舰背 取名也是一大学问 这个学问真的是很大 包括了台湾跟中国的陆名 刚刚的军界等等 很多都很像 不过这样有没有可能发生是西宁舰 对象西宁舰 处理一些军事资料 不是会撞在一起吗 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彼此间 通讯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我们是用战术资料链 而我们的这些战术资料链 里面跑的内码等等 也不可能会在通讯上面 用无线舰通讯上来讲 就跑到对方去 那是不可能的 而对方同样也是 他们有他们的战术资料链 编码的方式都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这两条船 基本上来说它只是名称相同 但是实际上在海上来讲 并不会有任何的那种 战术资料交换 跑到对方的船上去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不会的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052D 这是第五艘052D 然后而且也是北海舰队 接收第一艘052D 因为其实对于北海舰队而言 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接收到新的驱逐舰了 也就是说大陆这几年来 虽然说我们看到大概 从2013 14 15 16 他们这个新船服役的数量跟盾位 基本上来讲可以用水饺来形容 那真的又多又快 很可怕 他们现在新船大部分都是 剥交在东海舰队跟南海舰队 因为毕竟以中国大陆 它现有的三大舰队来讲 北海舰队 它整个巡役的范围 是属于黄海跟渤海的这个部分 相对来说是在它整个陆基的 航空兵的涵盖范围之内 所以它的舰艇 在整个解放军 海军里面来讲 算得上是比较 算是比较资深的这个舰艇 会摆在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跟南海舰队 特别是南海舰队近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海地区 由于有相当多的这个 各种不同的这个多国的力量 在这边可以说是相互的这个角力 所以可以看到近年来 中国大陆整个舰队的 这个更新率最快的 然后新舰的数量最多 大概就是在南海舰队 然后次支是这个东海舰队 因为东海舰队是面对这个日本 还有台湾这个方面的 整体来说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台湾跟大陆方面 有这个四艘军舰 它名称是相同 因为毕竟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中国大陆也是在宪法上的 这个规定来讲 还是我们的领土 只是现在有别的政府在统治 所以也就是说在命名上来说 其实过去他们海军 在为这些船用 这些大陆的省的省会命名 基本上来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对 当然过去海军他们自有一套 命名的这个逻辑 就是三江关中美联合 杨氏就是第一级的 杨氏级驱逐舰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会有印象 要有分级别的 对 杨就是以前我们的第一级的 作战舰艇 大概就是我们看到 它其实是就是驱逐舰 我们当时跟美方接受 大批的驱逐舰的话 都是用杨来命名 像知杨 当杨 得杨等等 它这个名 这些地方不见得完全是一个地名 有些当然它这个大部分 这些洋的这些地名 也是以一个地名为主 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地名 但是它不见得百分之百都是 那有没有我们台湾的地名 曾经出现过 有 其实我们海军 它在1990年以后 其实海军很多新的这个舰艇 也都以台湾的这个地方命名 像比如说两栖舰队 中和中平 还有像我们海军目前 更为最大的两栖作战舰艇旭海 等等旭海就是在屏东 等等也是用台湾的这个地名 来这个命名的 像我们刚刚讲阳山就是山字极 那个山字极的话 它有什么 就是结尾它是用华山什么 这些山作为一个名字 江就是陀江 敏江 晋江等等 它也是用江作为名字 然后官就是以前 中国大陆有很多什么 居庸官 然后这些官作为名称 然后中美联合 像我们两栖舰艇 最多就是中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中和中平 其实还是用我方 为海军的这个舰艇命名的 一些规则在命名的